不管是医院大厅,一般诊监,病房外,甚至是急诊室 透过这一套医疗监控管理设备都可以及时掌握病患的状况 这是由基隆青安公捐赠的监视系统 90多岁高龄的青安公主委同时也是国策顾问的童勇亲自出席 希望发扬妈祖的慈悲心,协助医护人员医治照顾病患 我们来就要奉献,过去经营不太好,我去接苗后,我不敢说我比较好 有进步,开始有医疗,所以这个叫做个人病,有叫个人病 开始缺那些救护车,缺什么医疗器材有的不,跟我说我都有准备 每一个医疗都变车,后来其他病也有了 比如说三皇病,或者说吃日病,或者公工都有 所以从这个90年开始,入市每一年,我都多少减重 这是那种情形,救人一命都1000金,救人个人免赞 也不是给他们投下手,把这个社会有需要的人投下手 据了解基隆青安公从民国八十六年起就陆续捐赠救护车等医疗器材 及协助扩建防疫专责病房等 累计金额近千万也让医院方相当感谢 其实有点就像我们的身体的神经系统 那神经系统很重要 就是要串联整个医院 那各个角落 各个病室病房 我们的监视器 那我们的医疗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 可以监看一下我们病人的病情 那如果病情这个有变化 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医护人员 可以紧急的可以做处置处理 所以这次的监控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出席管理的基隆市议员佟主委表示 一边是信仰中心 一边是医疗中心 两边合作对基隆市民来说更为重要 从小就耳濡目染 佟主委也期盼能效法阿公佟永的精神 在卫民服务工作上帮助更多人 我亲安公我的阿公 那也是基隆人的阿公 还有我们院长在这边 首先要感谢这两个单位 一个是我们的信仰中心 一个是我们的医疗中心 这两个单位好基隆人就会好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安定民心的力量 那我想亲安公慈悲救济的精神 从我小时候开始到现在 也是一种学习 那我想对社会的产生的意义 就是我们行有余力 一定要努力的帮助别人 那我想这个社会正面的帮助 对我们基隆人 对阿公对院长 对医院对大家都好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学习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